參拜的信眾人手一頂剛剛向神明求來的順澤宮帽 而這股冠軍帽風潮不只持續延燒 在12月4號一燈抵達後將再掀起高潮 是知道明天一燈要來嗎 不知道 如果不知道明天才過來 冠軍帽 三鐵 運動 進行運動 科業 全部都 都冠軍 藍底黃姿的順澤宮冠軍帽特別版亮相 側邊秀上台灣字樣 廟房外的三鐵冠軍明星一燈 一口氣做了兩百頂 準備迎接他還願之旅的到來 通通要讓他帶回家鄉 一萬塊的美金 要爭取讓我們一燈選手 做訓練的營養軍 然後我們也有穿兩巴掌 台灣的這個光帽 輪威選手一燈 2019年勇奪法國尼斯鐵人三項 錦標賽冠軍 當時頭上戴著印有 彰化 蒲顏 順澤宮的帽子 意外讓這頂帽子陽明國際 一燈12月4號二度造訪順澤宮 主要目的是參拜還願 預計待一個多小時 隔天上午參訪 掛山村美學生活聚落 協助行銷彰化農特產品 得命賜然後得獎 然後能夠想到台灣這邊 而且算是就像我們講的那種緣分 而且外國人能夠有這樣子的做法 我覺得滿難得見到的 順澤宮冒的儀器爆紅 人人都想要有一頂 一燈再度造訪 廟方和民眾都準備好了 要一睹世界冠軍的風采 三天新聞是豬衛 張宏報道 谢谢大家